港股動起來 今天繼續有Thomas 大家好 還是說話 不好意思 說回市場 今天最多曾經升477點的限制 曾經升穿25,200 最後升280點 收在25,057點 成交是1,243億 先問問Thomas 後市怎樣看法 後市可能不看兩樣 第一個就是 其實美股由上一次的低位反彈已經相當強 一方面納斯達 納子英重創一身高 導致來原初的高位相差不太遠 所以在這些時刻 我不知道美股後續的表現是怎樣 如果美股能夠持續地向好 或者至少不要顯著匯橋的計 我想港股氣氛持續向好的機會還是比較大 另一方面就是網易 京東上市 應購非常熱烈 所以如果沒有其他外圍特別壞的因素影響 後市也是值得看好的 還有在今天推出的文章裏面 個人感覺 香港的春天來 或者接下來 不是說來了 或者是接下來 應該是暫時看不到 單是香港這方面的 你說政局也好 或者是社會其他因素也好 過去一個多月我都這樣看 應該是最值得悲觀的某些東西 就是已經是消除得差不多 變成大家在這個狀態之下 按理整個民生 以經濟來說 很有可能是正在足底 或者已經見底 變成說 單是我們不計的股市計 以香港整體的發展計 可能是開始重新上路 因此就是 如果以資本市場論 只要外圍不是很差的計 港股後續來計 看不到特別 令到他大幅下操 你說再見2萬3萬 那種機會是很低的 當然 新鮮熱辣 問問問Thomas 郭泰 郭泰 郭泰今天全日停牌 大家一停 因為連泰顧A 泰顧B 再加國行都停 大家開始說什麼事 最後公佈又出來了 就是叫做一個很大的重組方案 政府會入股 入股國泰 另外一方面又是公股 11公7 質量價都很大 如果比較國泰 在昨天的收市價 8.81來計 是4個多 差不多接近五成 四成八倒處 先問問Thomas 第一件事大家都會關心 如果手上持有國泰 公不公 11公7 如果我持有 多數都不公 其實按理政府這樣入股法 我覺得對國泰是好的 我不知道會不會港府這樣做 牽涉到某些 要做 其實都是一連串 中央的某些動作 其中的一個環節 或者一個小小的一個支節 因為大家都知道 在支持的這個政治風波裏面 國泰裏面有很多員工 有很多動作 還有國泰本身 骨幹原油 尤其是原油管理層 尤其是水放片 在這裏 政府真正去入股 會不會背後 有一些政治的考量 至少因為 航空業來計 很重要 很重要 你誤救他也不行 一方面就是 譬如政府入股 這樣計 可以令到 至少在政治方面 某些因素 也都是 你說拆彈也好 或者至少令到他穩定些 我會覺得 政府這樣做 可能有另外某些的效力 但是你以他本身的 就是投資價值 短期內 就不是很明顯地 看到有些令到你 覺得很眼前一亮的 一個感覺 從盤數來看 就可以大家 略參一二 市值 如果你說計 昨天收市價來計 大約是350億 然後基本上市盈率 現在現有的市盈率 是20 預測市盈率 是67點多 計算一計算 你350億 政府會買股票 大約是195億 再加集資大約117億 連借多10億美金出去 買單整條數 就是390億 港幣 充實了他的資本 那數目 就等同於 其實他差不多的市值 計算下去 如果是200.8億 來為例 如果不是 因為現在 基本上大幅值 有四成八度 如果再下去 基本上 那條雜資數 加上政府 進入那塊錢 已經是高過他的市值 其實看上去 這次是很水深火熱 是的 要很大力地挽救 是的 但是也是那句 單是看入了錢之後 看他的市值本身 又不誇張 但是整個經濟 尤其是航運方面 後續是怎樣去行 我們現在的能見度比較低 是的 變成是 如果市面上有很多很多其他的選擇 就未必需要考慮到這個國態 是的 好 那市況大致上講到這裡 先講回我們的主題 京東上市 當然 其實上個星期很多網友都會問 網易抽不抽 那時候 上個星期我們做節目的時候 都還未肯定 要轉京東上市 誰知道轉很快 很快 網易一收完票之後 然後就馬上講京東 星期四就開始招股 是的 那先問問Thomas 值不值得抽 抽的話 我想可以賺錢的概率是比較高的 雖然在這個美股那裡 你看回圖 無論是網易還是京東 他們兩個過去的一段時間都是向上 其實已經升了一大陣 變成兩題 一個就是 我覺得那個短期 譬如說上市之後 上漲的空間未必是很大 你譬如說可能會不會一成左右 可能已經是打住 但是如果從比較長線的角度去考量 我覺得兩著應該都可以 雖然就不是很sexy 即是不很性感 就是網易這樣算 就由遊戲為主 你可以跟這個騰訊做個比較 沒錯 京東當然跟阿里 跟另外的據說 也可能都會來香港上市 拼多多 相對照 我覺得京東 總之上一次都說過 各自這三間 各自的定位都不一樣 京東相對來說 其實你會覺得是高一點的 那個級數下 或者用戶的體驗 或者是令到人覺得 所買到的東西 質量方面比較有保證 因此我覺得 京東按理是抽過 而且它都說抽幾百億 這樣算的 不少當然抽到 它會用來提升很多的設施 相信京東後續發展的前景 都是值得期待的 但是不要憧憬 它一上市就爆醒得很厲害 但是你要做蟹的機會 我想是很低的 因為其實整個氣氛 是最早一點的壓力 最大的打一頭拍 現在差不多是市值 其他來計算 尤其沒有京都那麼大 變成一隻隻上來 我覺得背後來計算 如果有所謂國家意志 也好 或者某些資金 它怎樣也好 它都盡量希望維持某種的熱度 所以應該沒有什麼稅 你說打薪這樣計算 只不過是短期的上漲空間 未必是很厲害的 招股價 如果以每股最高為例 就236元 入場費就11,99元 大約12,000元 所以就回到Thomas的分析了 因為在之前 大家都知道 如果真的你想買 因為買美股 現在按你便很方便 所以現在 你舉個例子 如果大家都認為 後續網易和京東 是上有非常大幅的上漲空間 為何現在在美國 不會再拼得很厲害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 我補充一下 為何覺得 可能未必有很大的短期 上漲空間 這個考量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不過你看到 所謂這些新經濟故技 當然近期的騰訊 這兩三天 就叫做 牛牛鬥鬥 700 然後之前提過的阿里巴巴 都叫做 很緩慢 偏硬的 其實是偏硬的 但就不是一次過爆升上去 不像Thomas之前介紹的物觀股 幾個百分析 一天大約 零點幾到一個百分析 不覺不覺就上到210幾元 然後另外一隻 反而是比較 由低位 因為跌得多的關係 就是月蜜 月蜜你看到由三幾元上來 由一百元跌 一路跌跌 跌到三十元左右 現在又上回 近四十幾萬元 變 通常這些相對小的 你可以說是性感一點 但 類似騰訊 總之在過去幾個月 來計算是彈得最快 包括美團 這兩天 美團都 向下 然後再移動 我想也可能 大家又不需要太害怕 如果你有貨 我會覺得 可能是 都先壓一壓 即是他太興奮了 壓一壓他 然後壓你這裡 你要他跌也跌不到 但又很難以 上去 因為為什麼 可能他留待會不會 這兩隻上去之後 大家再興奮一下 可能會這樣也不一定 OK 好 所以補答 上個星期很多網友都問 抽不抽 抽不抽 借網易 和京東 Thomas也回答了 好 另外 每個星期都會講一講 一些辦法 今個星期主要 想和Thomas 討論一下資源股 為什麼呢 我發覺 我發覺 其實很多資源股 在整個星浪裡 其實都沒有怎麼動 比較落後 都沒有怎麼動 先說 馬港 安港 都是落後的 Thomas 怎麼看這些股票 他們很明顯 最典型的 所謂經濟循環的股份 這個除了說 我們以前的其中一個邏輯 就說 如果我們引到很多錢 這樣算 資源的價格 就可能會上升 但是現在其實 就算引到很多錢 那些錢 有相當的一大批 其實去了虛擬市場 是 就未落到實體經濟那裏 暫時來計 這個疫情 雖然大家好像現在已經不太怕 很多地方都陸續已經 就是服事服工 但是後續可能都要看一小段的時間 就是說它這個所謂經濟的復甦 那個幅度和速度 是有多大有多快 如果在這裏 沒有脫 如果能夠真的相對展現得比較順利 這樣算 可能這些股份 到時就有一定的所謂的靜伏率 但是如果從很長線的角度看 我一直都不太建議 別人去買這些資源股 因為你看回很典型的那些 你剛才提到的 就是馬鋼、安鋼 還有另外的光銅 甚至紫錦、落木 那類的 當中我看過 其實它那個ROE 即是股本回報率 應該是以紫錦是最出色的 所以你看到 其實這個幅度來計 跌得比起其他 那種幅度是沒有那麼誇張的 因為相對來說 它作為最大的國內的黃金生產商 可能之前我亦都聽過 覺得管理層在很多方面都做得不錯 最重要是你看回它的數據 它的運營效率 相對穩定一點是OK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要玩這些股份 可能指金是其中一個考量 但是很長遠這樣計 都不是很建議大家 持有這些股份 因為開始也是 大家都知道 這一輪基本上 剛才提及過 新的經濟股都推上去 然後到市房 當然物館也是上去 一直都上去 論回恆子成分股 你連港交所 匯豐、行鎮 從上星期尾開始 一直都推上去 一直看下去 咦?這一站還沒動 是的 其實現在的資金 表面看是誤缺的 但我順帶說 這一兩天 你看到其實物館 還有之前一些 中世型的科網 還有醫療設備股 這些過去 無論是年紀也好 或者最近幾個月也好 最強勢的板塊 其實就是下調 動輒也有 我相信接近一成的回調幅度 反而是一些低殘股 尤其是本土的一些藍籌 一天可以抽 然後現在是140 61 我想資金是選擇一些板塊去玩 你譬如說之前那些 覺得一方面的股值比較高 他可能是先套利 然後去追這些 其實的確是值的 我之前也說過 你買回現在的 香港本土業務為主的那些藍籌 應該是至少短線 中線也好 空間是有的 所以那些資金可能就是換馬 離開那些之前的強勢股 然後去這些過去大半年的低殘股 問多Thomas 看到今天開始都在動 電信和手機設備 有少少看到開始在動 如果你說駁一個短線 行使再推上去的時候 有沒有可以駁一下 應該都有 我剛才說的前提是 美股不要險樹地回調 險樹地回調 或者有些很奇怪的信息 如果它流出來的話 我想市議可能都會窄一窄 現在差不多是25,000這個位置 稍微有點尷尬 你說到底會不會再衝到 接近26,000的幅度 還是先再下一下 現在這些從心理關口來計 它是一個敏感的階段 所以要看外圍的因素是配合 不要踩亂檔 如果那裡可以的話 港股仍然是值得看好的整體 大家都在喊 應該快要穿到一晚